最壞家教 兒女拖娃娃 家長不阻止 還笑 疑似一家人的六個人 晚間在縫角上圈夾大象娃娃 頭前沒夾中 但大象的長鼻子被碰歪 結果到機台洞口 小女生竟然伸長了手 從取物口抓出象鼻子 成功取物 整個過程都被監視器拍下 當時那個 那個娃娃娃是放在最裡面的 那 可能她在夾的時候 剛好她的 鼻子露出來一點點 然後她那個女生就伸手進去抓 娃娃機台主最心涵的是 家長就在旁邊看著 卻沒有阻止這種違法行為 事後大夥還開心大笑 家教的時代太失敗 原來竟然是父母親 然後還有一節小朋友 最小的朋友小小朋友也在下面 那 這方式是覺得不太苦 業者投資娃娃機三年 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但這隻大象娃娃價值才兩三百 不想報警 希望就有案例 不明就不要再投娃娃 地方中心海中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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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